三段圣经 第一段是创世纪二十八章 十到二十二节 然后 诗篇第九十二篇 第一到第四节 最后 哈巴谷书第三章 十四到十九节 请听上帝的话 雅各离开别世霸王哈兰去 日落时 他来到一个地方 在那里过夜 他搬一块石头来做枕头 躺在地上 睡着了 他梦见有一个梯子从地上通到天上 上帝的死者在梯子上 上下往来 他又看见上帝站在他身边 对他说 我是上主 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沙的上帝 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土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代 他们要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 向东西南北各方扩张领土 我要借着你和你的后代赐福给世界各国 我要跟你同在 无论你到哪里 我都保护你 并且带领你回到这地方 我绝对不理解你 我一定实现对你的许纳 雅各一觉醒来说 上主确实在这地方 我竟不晓得 他就害怕 又说 这地方多么可危 这里一定是上帝的家 是通往天上的门户 第二天一早 雅各起来 把他用作枕头的那块石头 立为纪念碑 在石头上浇了油献给上帝 他将那地方做伯德利 这正从前叫路斯 于是他向主上帝许愿说 如果你跟我同在 在旅途中保护我 赐给我吃的穿的 使我平安回到故乡 你就真的是我的上帝 我立为纪念碑的智慧石头 要成为敬拜你的圣索 我要把你赐给我的一切 献上十分之一给你 上主啊 向你献上感谢是多么好 知高者啊 歌颂你是多么美 在清诚传扬你永恒的爱 晚间熟熟你的信实 用实现乐器伴奏 配合竖琴的旋律 上主啊 你的作为使我喜乐 我要因你的大能工作欢呼 当他的军队向暴风雨驱散我们 向暗地里七亚穷人的鹅霸窥迟我们 你的剑刺穿了他的降临 你身马剑达海洋 大水就翻沉 我听到这些就战斗 我的嘴唇因害怕而发展 我四肢无力 我的步伐摇晃 我要安静地等候那时刻的来临 那时 上帝要惩罚攻击我们的人 这时无花枯树不结果子 葡萄树也没有葡萄 这时橄榄不结橄榄 田地不产无骨 这时羊群死光 牛棚里没有牛 我仍然要欢喜快乐 因为主上帝是我的救主 至高的上主赐给我力量 祂使我像母鹿一样的脚步稳定 祂使我在高山上安魂行走 我们一起祷告 死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雅各的时候 他只是梦见一个梯子 在这梯子上 能够上下往来 可是主啊 到了你降生以后 这个梦已经实现 这不只是一个梦 只是一个现实 因为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一直能够走到上帝那里 求主让我们今天在座这里的每一位 真正就已经走到了那个梯子 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走到上帝的面前 更能够从梯子上下来 到着人世界 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 求主让我们就是不断的有生 与上帝有这么密切的往来 也就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 让我们有信心来做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求主让我们今天早晨进入这圣殿的 人人有这样 跟主密切团契的经验 求主更来 让我们每一位自己检讨 我自己的临程 到底在什么地步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今天的崇拜 人人都能够迈进一大步 求主是否给这个崇拜 带领我们个人的需要 无人我们今天是带着忧愁的心 苦闷的心 怀疑的心 进到这里都能够全部因着你而得到解决 让我们知道 主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伴侣 求主的圣灵 不断地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光照我们 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在我们中间 有许多位 每一个学习都要收到一张成绩单 可是我们中间有许多位 好久没有收到成绩单了 收到成绩单那是几十年以前的历史了 今天早晨我要分给个人 每一位有一张成绩单 让你自己来填 你自己的凌晨到底有几分 你的凌晨的成绩 只有上帝知道 我不能为你填写一个成绩报告单 可是说不定你自己 也不太知道你的凌晨到底怎么样 因为有的人是过分的谦卑 把自己分数打得低了一点 有的人是过分的自奥 把自己的成绩打得高一点 所以今天早晨我要介绍几个标准 试试看 凭着这个标准 你为自己打一个分数 把这张成绩报告单 带回到你自己的家里 随时检讨你自己的凌晨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今天早晨我愿意把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摆在主所给我们的那个天平上 然后我要介绍几个砝码 看一看呢 你在这个天平上有多少重量 或者说我要给你一观尺 你量一量你的凌晨的高度到底是多少 那观尺 那个标准 就在我刚才所读的三段圣经中间 这三个都是信徒 也真是从信徒的中间才能够给我们每一位信徒打一个分数 第一个信徒是雅各 在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了一点家庭纠纷 心里非常惶恐 到那个时候非离开他的故乡不成 可是离开故乡的时候 心里当然是非常的痛苦 这块地方 几十年住在这个地方要离开 哪有不痛苦之理 而且更渺茫的是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 第一天离开国土的时候 他晚上睡觉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个梯子 这个梯子一直可以通到天上去 而上帝就在那个时候跟他讲话 告诉他说 你放心走好了 你去的地方我会保护你的 这块地将来我都可以赐给你 你尽管放心地走 可是我们来听 雅各醒过来所说的是什么话 他说 原来上帝真的在这个地方 我还不知道呢 他所看到的上帝是很渺小的一位上帝 他所看到的上帝 只是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 当他有一天离开国土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不是上帝的管区了 上帝不能够经过这个国界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保佑他 可是当他在离开国土 已经在那个界限以外 而上帝对他讲话的时候 他那天才领悟到 原来上帝在这个国的以外 上帝也在 好多的人不是把上帝 看得太小了吗 上帝只是在我那个很小的范围以内 没有知道 天和天上的地和地上的地底下的 没有一样不是属于上帝的 在这个时候 他有个祷告 他说 如果 我现在去的地方 你带我去 你是否给我 你随时跟我在一起 在平安地带我回来的话 那么我所有的一切都献上十分之一给你 真的 你是我的上帝了 多可爱的一个祷告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也不断地有这样的祷告 这祷告是加在两个字的中间 如果 那么 如果你让我平安地去 平安地回来 保佑我所有的一切 那么 你真的是我的上帝 我要把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 这种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种是跟上帝谈条件的关系 如果你让我这次联考及格了 那么我就相信你 如果你让我那个所爱的人的病好了 我就一生跟随你 如果你让我这次做生意做成了 我就献上十分之一给你 如果你带领我 让我一切都顺利 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你 将来要做传道 这些话我们听得多了 如果 假如上帝为了某一个原因不带领他呢 那么你就不是我的上帝 因为你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显灵 你没有让我联考及格 其实联考不及格 大概是你预备的不够充分 因为你没有让那个人病好 那个人病老早事病入膏肓 你没让我顺利 因为你不会做生意 有种种的因素 可是把所有一切都推在上帝的身上 而说如果你显灵的话 那么我就相信你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我就不相信你 请告诉我 我讲的稍微难听一点 可是是不是有许多的人 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 跟上帝再定个契约 如果你准时把这所房子造好的话 那么我就付你多少钱 每一期都讲好应该怎么付房 那完全是在定契约 讲条件 难道 难道我们这些渺小的人 渺小的信徒到上帝的面前 扣根资格谈条件 签合同吗 可是在我们自己的祷告中间 不断地 就是如果你怎么样的话 那么我就怎么样 这是一个砝码 看一看 是不是你很多的祷告 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祷告 假如是的话 那么你就是这一类的信徒 请你在成绩单上打一个分数 第二个 是不断地在我们的祷告中间出来 不断地在建政中间出来 包括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 拼命地向上猪献上感谢 在美歌额等等 是因你的大能工作 欢呼 是因为你的大能工作 这个大能工作 包括是养活我 包括是我现在有很好的 景况 很得意 包括我身体的健康 并得到医治 包括我现在 一切都很好 所以我要歌颂你 这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报恩的关系 不错 我想比第一层要高了 这个关系是 因为跟所以的关系 因为你那么好 因为你的大能的手 是在我的身上 因为你引领了我 所以我要赞美你 歌颂你 我要相信你 我们在教会里 或者教会的外头 所听见的见证 十个见证 有九个是属于这样的 是因为所以的关系 是因为我在病中祷告 没讲条件 因为我祷告 你医治了我 所以 你是大能的医生 我从今以后就相信你 太多的信徒的见证 是从这一方面 因为我有一次 在患难的中间 我自己实在是 没有办法出来了 可是 我能够体会到 是上帝的大能 在我的身上 他的手 参伏了我 所以 我有今天 我感谢主 所以我要 到教会去做礼拜 所以我要奉献 所以我要跟随你 我说 这是报恩的心 不错的 比那 如果 那么 要好多了 可是 假如在我的身上 说不出那些 因为出来呢 说不出那些 因为 就没有那么许多 所以 假如我的病不好呢 假如我一生 都是在痛苦中间呢 我没有那么许多 因为 我就没有这个结论的 所以 要来恭敬你 那么怎么办 那就 不要相信了 因为 因为上帝没有带领我 请原谅我 好像我说的太粗了 说的不好听 可是是事实 有许多的时候 我们的见证 都是因为 因为这些 所以 我就相信你 这是一个砝码 请你摆在那个天平上 是不是 你大部分的祷告 大部分的想法 都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这就是你的一个分数 第三个标准 哈巴古在写的时候 是 外国人都打进来了 他一听见 外国人打进来 他说 我的心发抖 我的手发抖 没办法想 怎么办 外国人打进来 没有关系 假如我里头 一切都好的话 我来抵抗啊 可是这里有 好几个基石 他说 基石无花果树 不结果子 葡萄树也没有葡萄 基石 橄榄树 不结橄榄 无花果是他们 所吃的水果 橄榄是 他们的油 他们用的油 是用橄榄做原料的 没有油也是恐慌的事情 葡萄是他们当年的饮料 他说 即使外国人打进来了 即使我里头啊 又没有葡萄 又没有无花果 又没有橄榄 没关系 这些东西不吃啊 我们就吃 吃牛 吃羊好了 吃肉就可以了 他紧接着说 即使羊群死光 牛棚里 没有牛 什么都没有 即使这个样子 他说 我仍然要欢喜快乐 不晓得 诸位有没有看到 另外两个连接词 这两个连接词是 即使 跟 仍然 即使外国人打进来了 即使我们吃也没得吃 即使在这种环境中间 我这个人在发抖 饥饿中间 我仍然要欢呼快乐 很少人能够即使在这种环境中间 或者说 虽然在这种环境中间 我还要 我还要相信你 这是真正的信仰 这一段圣经是 旧约宗教信仰的最高的意境 实际上 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 经得起考验的宗教信仰 就是在 即使 虽然 的中间 或者是 尽管 我们不要觉得是 因为我去听了某某人讲道 所以我就相信了 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本领 而是 即使你听了我的讲道 你还相信 尽管 周莲华讲的不好 可是 上帝还是带领你相信 我们的信仰 不是在因为某一件事情 而是 即使有的那么许多的因素 尽管有的那么许多的因素 虽然有的那么多因素 我不可能相信的 可是 我还是相信的 我远然相信的 这是信仰 每一个真正的信仰中间 都有 即使 虽然 尽管在里面 而在整个的 整个的信仰的中间 整个的 步道的神学中间 没有一个字 比 即使 虽然 尽管 再来的大 拿他们英文来讲 是 in spite of 跟 nevertheless 尽管 这些因素 在我的身上 尽管我痛苦 到了极点了 我 我 仍然要相信你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不是因为 我跟上帝讲了条件 上帝让我所 要的 要价 他都 给我满足了 那么 我就相信你 也不是因为 他这么样的带领我 所以我相信 而是尽管那么许多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 仍然要相信 即使 跟仍然 是另外的一个砝码 你要 衡量一下 自我 评估一下 在你的信仰的中间 有多少是属于这个范围的 假如 很多属于 这个范围 请你在你的成绩单上 去打一个分数 我们感觉到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这是信仰过程中间 最高的警戒 不要觉得 假如我今天的成绩单上的分数 稍微低一点 就觉得心里难过 没关系 今天 今天就是在 主面前最好的日子 今天就是在 主面前最好的时光 就在 就在现在 就在现在 让我们把自己 献给主 而 如果我们的 上课 上学 要一年一年的 升上去的话 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间 不是一步一步的走啊 而是跳跃过去的 一下就可以跳过去 我所以选择这个题目 是希望今天 诸位回家的时候 成绩报告单上 都是满分 你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够在主的面前 有虔诚的祈祷 说 我要跳跃 跳跃到 最高的警戒 而是任何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都不动摇我的信心 任何的事情 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在我家人的身上 在 整个的社会的身上 有任何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我都不动摇 而是 只要我站在 主的一边 只要知道 主跟我同在 尽管是痛苦 尽管是忧虑 尽管是所谓不得意 而是在这些事情上 我都学到了 因为在这些事情上 主的爱 还是跟我在一起 而跟我 我死我退的 不能够再退的时候 我还有最后的一关 最后的一关 就是我所信仰的主 他永远不会 让我失望 他一定保守我 安慰我 跟我在一起 而尽管我是在 很痛苦的情况底下 我还是在 最痛苦的时候 跟主 是比任何的时候 再接近 这才是 我们信仰的中心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位 不但是在成绩单上 打了一些分数 而且在今天 最后 因为就在 这一撒那的中间 在主的面前的祈祷 让你的分数 能够跳跃到 一个最高分 带着这个成绩单 回到我们家里 而且永远保持着 这种标准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 有这个机会来 自我评估 看到我自己到底 是在 什么样的程度 是不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不断地 在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谈条件 或者是 因为主啊 你实在带我 太好了 我不得不相信你 还是真正地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无论什么事情 到我的身上 我都要跟随你 跟随你到底 求主 在这个时候 也帮助我们中间 有一些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相信主的 你在他们心里感动 在今天早晨 就受到感动 愿意决志 相信耶稣 靠耶稣的名 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早晨 所以 请不吝点赞